現在有一個實際的電腦 有一個電阻 或者這個電阻 我想檢查一下 這裡之間的電壓是多少 我不是想計算 我真的想檢查一下 我們就把一個儀器放進去 這個叫伏特計的東西 它要這樣搏 因為兩個點之間 它兩個點之間 所以它基本上是形成了一個並聯的電腦 它就會檢查到 你看到它的錶位 就看到這兩天的電壓是多少 但有一個問題 可以考慮 例如我這個是10歐目 如果 這個電阻是很小的 原先一個條路有很大的阻力 或者是超市排隊 有一個收銀員收得很慢 突然間你開一條路 有一個新的收銀員 它那個電阻很小 就代表它做事超快 變成有些人不斷流動 它會導致整個總體的人流速度會快了很多 意思就是說 你令到總的電阻變小 你記不記得 這兩個電阻之間 它是將這個電壓分配 例如我當這個10伏 它分這個幾多伏 這個幾多伏 兩個加起來是10伏 那它怎樣分配呢 就是取決這兩個電阻之間的比例 電阻越大 它分得電壓就越多 但如果我們一搏了這個伏特計 它會導致它的電阻 原先是大的 突然間變得很小 那就完全改變了它的電壓 那就是用來弄 所以實際上 它那個伏特計的電阻 會做到很大的 很大的 對 我亂這樣做 很大的 那令到加起來之後 它大的時候 很有趣 如果它很大的 它就會令到 後來的電阻 它會和原先的阻力 基本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 你正常有一個收穩員 有一個正常速度的收穩員 突然間 你隔離開了一條拉 但是那個收穩員 做得極慢的 一個小時都處理不到一個客 變成那些人 基本上都會走到這邊去走 那就變成了一個阻力 其實是和原先是一樣的 都是取決了原先的收穩員 這樣 這樣